特别好的办法 看看它是啥 然后用用就好了 要不光缆的讲概念是吧 也不行 文档这 你们有没有看这里面这几个视频啊 看着吗 老外跟你讲的对吧 这点是官方的 看不懂 听你们就懂了呗 这东西有啥办法呀 对吧 那咱们上午 正好大家刚看完这个版本控制介绍这 对不对 说实用版本控制 其实版本控制呢 它有一个发展历史 对吧 最开始呢 它是有一个叫做本地版本控制系统 那这个是干什么呢 是吧 他也给你介绍了 许多人习惯复制整个项目的方式来保存不同的版本 然后或许还会加上什么备份时间 也是区别 这么做的唯一好处就是简单 但是特别容易犯错 有时候会混淆所在的工作部落 一不小心会写错文件 或者覆盖 覆盖意想外的文件 对不对 那这话可能也是大家在做备份的时候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案 对不对 在你没有学习技术之前 你对你的资料备份是不是就这样做呀 是不是靠一份放在那 这个是我修改论文的第一版本 对吧 然后再靠一份放在这 这是我修改论文的第二版本 是不是 那这个呢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 是吧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人们横道以前就发明了这种什么 本地版本管理 控制系统 是吧 然后采用的是简单的数据库来记录文件 是吧 大家可能都没记资格 你们有没有写个文件 然后去写上 什么 哪天写的第一版本 哪天写的第二版本 你可能都没做是 你就复制 用名字简单的区分 然后他为了做成系统 他还干什么 他还把这些信息记录到哪了呢 记录到了数据库里面 你说找一个 数据库咋不然没有学过呢 那你就认为是什么 我记在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一个文件里面 我写上第一次更新是 2018年5月4日 是吧 然后我完成了这个论文的一个概论 是吧 再接下来呢 2018年5月5号是吧 我完成了这个 他这个论文开提 开提报告 是吧 再接着往后写 你就自己一步一步的往下记 是吧 再来之后呢 本地版本控制是吧 其中最流行的一种叫做RCS 现在许多计算机上 依然还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是吧 甚至在目前非常流行的苹果系统上面 然后你安装了开发者工具包之后 也可以干什么 去使用RCS命令 对吧 就说这种最古老的方式 当然它是效率最低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再接着 第一种呢 咱们说已经被淘汰很久了 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集中化的版本控制系统 集中化版本控制系统就是什么呢 咱们先给大家说这个中心式管理控制系统 那干什么呢 比如说如何让在不同系统上开发者系统工作 是吧 于是集中化的版本控制系统就出来了 叫CVCS 然后这类系统 诸如 它写了一个什么CVS 这subword呢 就咱们上午的给大家说这个集中式的时候 这个SVN 这subword是它的一个全称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版本控制系统 是吧 都有一个单独的集中管理服务器 然后保存所有文件的修订版本 而先通工作的人们都通过客户端连接至这个服务器 然后取出最新的文件或者提交更新 那这个图在上面上午是不是也画过 这是一个什么 叫Central VCS Server 就是一个中心服务器 那这里面可以记录数据 再接着呢 Computer A 那就是客户端1 然后Computer B Client B 是不是 就是说我们都需要连接到这台服务器上去用 那典型代表就是咱们上午说的什么 是不是SVN 再之后呢 告诉你是吧 集中化的版本控制系统 这种做法带来了许多好处 特别针对于比较老的本地的VCS来说 是吧 你相对于本地的那个版本控制系统 它的一个好处干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是吧 看到项目中的其他人做了哪些 是吧 他们做了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不是一堆人一起做的 是不是 它里面最终肯定会有记录的 然后管理员也可以轻松的掌握每个开发者的一个权限 啊 这块呢 以后咱们也会说 就说呃 等咱们到时候假如说啊 咱们创一个项目的时候 说我创的项目 我肯定是一个什么 优有者 对不对 如果我要求你帮我去做这个项目 那你默认情况下 你是什么呢 你是这个项目的一个成员 而不是优有者 不是管理者 对吧 就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权限 我管理者 我可以把这个项目做一半 我给它删掉 但你一个成员呢 你只能去干什么 去给咱们去携带吧 然后你想删我这个项目 你是做不到的 你没有权限 然后呢 可以用来干什么 去维护我们这个 呃 远端的这个数据 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维护 并且还可以控制权限 然后也有好坏两个地方 什么事分两面 对吧 这么多显然意见的缺点就是 中央服务器单点故障 咱们也说了 如果当机小时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之内 谁都无法提交更新 也就无法协图工作 是不是 这当上我是不是也说了 你那个服务器被人干什么 攻击了 那咱们干什么 代码是不是都不能提交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大概觉得你们今天这么宁呢 累了吗 坚持住啊 在坚 坚完再席不用上啊 那还能休息一下呢 是不是 你想想我 我也得这样讲 对不对 正常啊 你工作了也会这样 比如跟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去哪儿网 你知道吧 他们每天成员接下班 标准是12点 夜间12点 常态就是晚上两点下班 去哪儿 对吧 大公司都这样 还有京东 我朋友在京东 他在京东 两年都没有加工资 看啥 说你们部门加班少 他们天天晚上9点下班 就说你们部门加班少 整个部门都不给你掌工资 对不对 程序啊 加班是家庭面饭 你自己去想 对吧 但是去哪儿网 比如说他每天晚上 你两点下班 对不对 待遇还是很优厚的 那他干什么呢 他每年给你19个月的工资 知道吧 他额外给你6个月的工资 就作为你这加班的酬劳 但如果你没干到底的话 那肯定是不给你的 对吧 这个的是正常 对吧 尝试 你去测试 你去统计一下 每年都有死的 但是啊 假如说程序安死了 别的不 干别的就没有死的吗 你坐铁路的不死 当医生的不死吗 都一样 对吧 你自己去想明白就完了 对吧 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 对吧 如果你感觉这个行业不适合 你踢倒跳出这个行业去 这个行业本身就很苦 你不要想着每天在这 就是喝喝茶 是吧 然后发点邮件 下班了 钱赚大手了 不可能的 知道吧 拿多少钱赶多少活 想明白 对吧 那这块 它这有好处 对吧 服务器当机就不能用了 接下来呢 就是分布式 版本控制系统 上午也给大家画过图 对不对 那这个图呢 这块看啊 咱们就直接看它这图了 不再去看文字介绍了 这块它有一个什么叫做 server computer 就说它有一个什么 什么服务器电脑 然后再接下来 computer a computer b 然后呢 我们发现 他们之间这个箭头都是什么 都是双向箭头 对不对 那就说我们这块这个数据感什么 都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并且我们发现 他们每个里面都有一个叫 Warsham database的 是不是都有一个 就是 版本记录的 版本数据库 版本记录 是不是 谁都能记录 然后呢 互相也可以提交数据 这然后只不过是咱们通常会选一台 一直开着的电脑 然后呢 将它选为这个服务器 没有它 我们也是能工作的 对不对 像我咱们画的图是不是也这样说到 是不是 咱们画的图比它这个还要多呢 咱们画了五台电脑 它这边只有三台 对不对 然后这个版本控制系统 对吧 什么 更进一步 许多这类系统都可以指定和若干 不同的什么远程代码进行交互 对吧 即此你就可以用 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 是吧 分别和不同小组的人相互写作 然后你可以根据什么 需要设定不同的写作流程 是吧 比如说层次模型式的什么工作流 是吧 这个呢 咱们目前来说先不用关注它 说以后呢 我们肯定是要一起合作 然后每个人呢 干不同的事情 还要将我们的代码合并在一起 这是版本控制的一个发展史 实际上就经过了几个过程啊 是不是三个呀 把这个记录下来 咱们是不是看文档特别无聊啊 是不是感觉还是写代码比较有效啊 好长时间没写代码了不开心呢 是吧 等你写代码的时候应该想哭了 不过去这代码写的 起了夸了都啥啊 是吧 那这块呢 我们要说一下 这个版本控制系统的一个发展史 那历史能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什么呀 本地版本控制系统 然后再接下来呢 就是中心市 版本控制系统 再接下来呢 就是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 分布式实际上它不就是去中硬化吗 对不对 再之后呢 回来 第一块呢 是版本控制系统男士们知道了 第二步 简史对吧 发展史 简单的露了眼 那什么 同生活中的什么 许多伟大的事物一样 是吧 既得诞生于一个 极富纷争大举冲新的时代 对吧 就是告诉咱们这个 它是处于一种开创的年代 对吧 然后那个 林纽斯内核原项目 是吧 有着什么 为数众多的参与者 是吧 绝大多数林纽斯内核 伟货都 挂在什么上面了 什么提交补定 和保存归档的繁琐事务上 这不是咱们先给大家说的 有时间左右的时间 他干什么 是每天在这核代码啊 对不对 效率非常低 到2002年是吧 整个项目组 什么 开始启用一个专有的分布式 版本控制系统 叫BeatKeeper 用来管理和维护代码 但是呢 到2005年 干什么 这个公司和林纽斯内核 开发的这个核头关系 就结束了 对不对 咱们也给大家说的 这黑历史是吧 这些东西本来是收费的 对不对 结果你非要 研究人家 想给人再仿一套出来 然后咱们要知道 这个他诞生一个叫做什么 什么 极富纷争大举创新 其实现在这个年代 基本上已经出现不了 这种事物了 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应该听说过腾讯 对不对 腾讯各种游戏做的 是不是你感觉都挺成功的 有没有感觉啊 但是他是先做的吗 都不是对不对 那干啥呀 模仿抄袭 其实也不是 其实假如说啊 你们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工作经验 如果你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呢 你会发现 现在你想自己创业突然起来特别困难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假如说你现在开发了一个游戏特别好玩的吧 然后呢 腾讯相中了 然后一般他们比较友好的方式就是来派个人和你们谈 我要收购你 对吧 那比如说你这个项目呢 你做的很有前途的啊 他说他跟你说一千万收购对吧 然后你同意收购 那你这公司直接就完了 对吧 你不同意收购 那接下来就怎么办呢 他不会靠配你的吧 他 我直接把你们那几个核心工程师是吧 给他三倍的工资挖走 对吧 你说这代码他原来他已经写过了 我三倍的工资给他挖走 上我这边来了 我几天不就给你干出一个新的了吗 但接下来搁上QQ 微信一推广 然后用户戳上来 过几天你那个项目就 自然而然的凉了 对吧 你根本和人家就干什么 没有什么竞争空间 就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这样的 对吧 基本上就是最终就要被收购掉 你不收购就就一点点贵了 比如现在的共产单车是不是 也开始走这个路了 对不对 一点点就收购了 对吧 没有了 要把你就死了 要把你就收购了 对不对 只有你这个一家独大的时候 你可能才开始赚钱 对吧 那2005年战是吧 那就完蛋了 接下来呢 那迫使Linjones开原社去干啥 然后特别是Linjones的缔造者 是吧 Linux Linux托瓦兹 是吧 然后基于Bitkeeper 这个什么 他这个经验教训 是吧 开发自己的是吧 你不给我用了 对吧 你现在又想收我钱了 是不是 不用了 对吧 自己造一个 就像中国现在和美国 这个什么 贸易战一样 对吧 芯片不卖给我了 是吧 我自个儿造一个 对吧 慢慢造呗 可能造的时间慢一点 有个三五年 是不是也能造出来 对不对 但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比如说 昨天 昨天干啥的 美国的什么商务代表团 来中国谈判 是不是 你看 看他那个发表 那个那些东西了吗 有人看吗 就是特别惨 你看中国那个处境 就和当年的晚清差不多 他啥玩意都是要求你 要求你做这个 要求你做那个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因为你现在在那个核心技术领域 还是干什么 和人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对吧 那下部这块的系统这是吧 定制了若干的目标 第一个速度 第二个简单的设计 第三个对非线性的开发者 是吧 强力支持 允许看 看人家说的什么呀 允许成年上万个并行开发的 什么 开发分支 比如说咱们可以几千个人干一个项目 当然大部分人去公司也不会这样做 对吧 你就是拿阿里巴巴来说 他也不可能是这么多人去干一个项目 比如说 假如说你做这个支付宝 可能也就几百个人 几百个人 每个人还要细化出具体的模块了 对吧 再之后完全的分布式 再之后呢 有能力高效管理 类似于Linios内核一样超大的规模项目 是吧 速度和数据量 那就是说人家把这个东西说的很神奇 是吧 说我这个干什么 拿我这整个操作系统来给你们做的 对不对 然后这你用这个东西来管我你管理我一个操作系统都没问题 说要管你管理你的一个小软件 你说还有问题吗 那绰绰有余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们那会看这些东西了吗 没有 头上呀 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咋来的 对不对 这个这先别看了 这个比较负了 命令行 对吧 那现在有多种使用方式 你可以使用原生的命令行也可以使用GUI模式 GUI什么呢 就是我们使用图形化的模式 咱们最最开始的还是先大家带大家使用这个命令行模式 之后呢会带大家一点点去吧 先带大家去使用图形化模式 然后之后呢给大家切换到这个命令行模式 然后这个命令行的软件呢其实有挺多的 是吧 它可以提供多种功能 对吧 那咱们现在学的是Python对不对 使用的开发工具呢是PyCharm对吧 所以咱们就开始学GUI工具呢 直接就带大家去使用PyCharm去做这个东西 不复杂 然后呢把这个直接回退了 再下一步呢就安装 大家都安装好了吗 是不是应该安装好了 你直接使用apt去把它加进去 然后更新一下在安装上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你还可以运行之前进一个配置 那这个配置呢一共就两个块 干什么呢 第一个配置下你这个邮箱是什么 然后第二块呢配置下你的拥户名是什么 就这两个 就说以后你在提交代码的时候 我干什么 我是可以找到这个代码是谁给我删了的 谁给我写了个新bug的 你知道吧 就比如说等咱们这个项目开发完了 你到底写了多少行代码 提交了多少次 全都是有缘可求的 并不是说你写完这个东西是吧 然后你写了几个bug藏在里面了 然后到时候出bug了定位的时候是吧 我找不着人 肯定能找着 谁把我的代码删了 那里面全都是有记录的 是你删的 那是永远是数着你的名的 你想改成别的别人的名 通过不了 因为这里面呢 他这邮箱就和你的账号邮箱是保定的 邮箱默认 默认情况下不一样 那是提交不了的 代码是提交不上去的 那的话呢 这个指定就是 寄的可费的杠杠 global user name 然后寄的可费的杠杠 global user email 那大家来做一些事情 把这个配置一下 你们是不是已经装好了啊 装好了 你就来配置一下 打开这个呢 咱们把这个配置一下 打开一个中端 然后打开一个中端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事情 那就是 git global 然后 杠杠格罗 然后呢 user 内幕 然后你给他指定个值 那你这话给你自己起个名字 对吧 或者你直接自己起个就OK 是OK了 对吧 记他 肯费个啊 那这块呢 我们就配置了一个 哎 怎么少了 OK 把这个名字给他配置上 既然呢 除了名字还要配置谁啊 邮箱对不对 邮箱 那邮箱配置哪一个呢 邮箱这块没有特别的需求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尽量配置你注册给他hub的邮箱 或者说以后你不用给他hub 你用开源中国 那你就 填写你注册开源中国的那个邮箱 这点要注意一下 那这块呢 写一下 我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邮箱 你把这东西呢 给他注册一下 对吧 将我们的这个内幕 还有这个email 给他注册上 注册了吗 没有了 那这个里面呢 咱们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他也有一个看 咱们家里面有一个叫点儿 记得肯费给他 如果你不想用指令去控制 你才来这里面 点儿 记得肯费给他 这里面呢 就包含了咱们刚才设置的 user namo 还有email 也可以来这里面去设置 这个呢 你在哪设置的都是ok的 在哪设置的都是ok的 那打指令呢 肯定更通用一些 就是说你可以换操作系统 这指令啊 也可以来这沾 对吧 沾完了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 邮箱改成你的 是不是就ok了 是不是 在这呢 文明免器 这个和咱们没有什么关系 他默认都在了 对吧 回退 对吧 再这呢 就如果你在写的时候 不会了 对吧 因为这些指令啊 特别多 指令呢 我们学的只是一部分 因为他既然说了 他是一个版本控制系统 他是一套系统 就比如说一个安卓一样 安卓手机拿过来 你虽然用的很熟 但是他里面所有的配置 你都知道吗 不知道 他的所有的设置 你都知道吗 也是不一定都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有的时候 还是需要干什么 去查一下 去使用一下他的配置 或者说就你学了汉字这么久 对吧 你所有的都会了吗 不是 对吧 就有的时候 你还是需要查字点的 这块呢 就说告诉你 如果说你接触一个新的指令 你怎么办 你可以去获取帮助 那就是记他 然后你那个指令名字 记他 还有慢记他 你那个指令名字 那这个实际上和什么呀 是不是和咱们那个 Linux里面打命令 是不是基本一致的 对不对 什么慢手册 还有什么Half命令 是不是 那就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帮助 然后最后呢 就是一个总结 对吧 总结是吧 你应该已经对记得是什么 记得与你可能是吧 正在使用的什么集中式 咱们没有用集中式 那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记得是什么了吗 记得是什么 简单的概括一下 一句话概括一下 啥东西 分布式的版本控制系统 对不对 就又来干什么 帮我们管理代码 帮我们干什么 团队协作的 是不是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